这是一只肉眼可见的比巨蟹还要庞大的蚊子 长着类似巨蟹的头 皮皮下的尾巴 旁海的蛟 以及蜻蜓的叶根 还别说啊 同培伏还真该缝 毕竟这玩意儿的法式相关信息少之又少 反正你也找不到证据是不是 就算有了证据 也就精英改造就能给你原匪来 第二个家伙叫蓝尼虫 目前已是在孤岛和迷思岛的沼泽刷新 但是现在大多数服务器的呀 蓝尼虫已经是全服通缉的状态 就因为蓝尼虫的刷新概率极低 然后几十号人都在沼泽地找他 也虽然蓝尼虫往往会主动对玩家发动进攻 他们的飞行速度快 但是基础伤害不高 满进来蓝尼虫伤害平均在60 加上攻速很慢 对玩家也造不成太大的威胁 它会飞到很高 然后朝着你喷射一种粘附附的液体 生物或者玩家受到喷射的次数 达到一定的层数 就会被定身在原地无法走动 这样就就像是披上一身的防金甲 还别说这玩意儿真难受 野生蓝尼虫是无法直接驯服的 如果你想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蓝尼虫 那么你就得准备好自己已经驯好的生物 然后让这只家养的生物 被一只持近的蓝尼虫寄生 当蓝尼虫又在出生时 该生物将在这个过程中会被直接嘎掉 所以最好选择你愿意被嘎掉的家养生物 做好准备之后 咱们还需要达成一些条件 首先你需要嘎掉一只野生的蓝尼虫 嘎掉后会掉落一个蓝尼虫的荷尔蒙 哦不费尔蒙 按理说只有雄性的才会掉落费尔蒙 但是现在雌性雄性都会掉落 把这个费尔蒙放进 尖养生物的背包中使用 使用后该生物会被标记为蓝尼虫的既成素主 此时的素主身上会散发出红色的雾气 buff的使用时间为300秒 收入低温仓后buff会消失 当野生的雌性的蓝尼虫血量消入在10%以下时 就会开始寻找带着buff的素主进行寄生 被削弱的雌性蓝尼虫 会在素主体内留下一个胚胎 也就是虫卵 然后会被动的逃离线上 没错 就飞过去戳一下素主跑开 就完成了整个寄生的过程 此时拥有虫卵的素主 身上会持续的扩散出红色的光 注意 不是所有的生物都可以用来作为素主呢 直接拓掉重量在300以上的生物才能被寄生 好像太小的生物是无法使用蓝尽虫荷尔蒙的 像牛龙凶齿兮就无法使用 在雨格的天狱网 有一个全生物索引就可以看到所有生物的重量 你也可以找一个有大平台庵的生物 而想要知道重量的生物放到平台庵上 看一下平台庵的生物负重长了多少 用这个方法来进行称重 太克生物和机甲都是无法积身的 通佩服啊 终于是讲了一盘可笑了 所以这个跨部者积身 就问你合理不合理吧 除了跨部者更离谱的是 老龟和徐空精也是可以寄生的呢 在成功寄养之后 咱们可以进行下一步 喂食 靠近被成功寄生的生物 会有一个时间显示 多少时间会出生 每隔多久会吃一次食物 我这里因为调了熏斧杯率 一杯的情况下冒出是八个小时 就从这玩意吃的食物来看 是个狠货 你看看这玩意吃的是啥 黑珍珠 嘶 你这个胃里怕不是流的岩浆吧 除了这两样 他还会吃一些高级饲料 各种消耗品啊 西牛角 蔬菜蛋糕 蜂蜜蓝鞠蛋 汽油 原料元素 橘石粘液 麻洛罗 分泌物 最离谱的是有几率吃防飞蛋的鸡鸟 当然 不用喂食也可以下载的 只是下车的载等级会很低 没错 喂食的吃素越多 等级也就越高 剩下的载车的任何人都可以认你 那一层的安居在90级才可以解锁制作 至于等级要求为什么这么高 让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能力 到底如何吧 安居有一个乘客作为 席上之后 咱们可以看到左下角有操作提示 好了 那就不用我讲了 结束 蓝鞠双的左键 搓 地面连续搓两下 攻击动作坏 在空中则是重重的搓一哈 动作较慢 咱们跑起来怎么感觉更像皮皮侠了人 蓝鞠双的可以在空中 似乎忌惮地飞翔 意思就是可以前后左右上上下下 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并且飞翔的速度 那是相当的快 即便是退着飞的飞翔速度 都比大多数的飞翔单位要快不少 就是他这个飞行的时候翅膀没有音效就很乖 敢我把这个泰坦鸣虫的音效给了这么一加 哎 是不是更像是蚊子了 男人的鼠标中间 疙 可以疙起玩家和生物 不管驾羊的野生的都可以疙 所以是目前方舟唯一可以疙起凉龙的生物 疙悲龙也可以疙 高于900脱彩重量的疙不了 价值凉龙的情况下 咱们也是可以前后左右的随便飞的 嘶 这个糟糕的姿势 射箭 这里的翻译是挑动 但我觉得更像是恐惧 三龙翅膀发出橙色的光环 然后让生物恐惧被动逃跑 疙悲龙也是可以被恐惧的 有意思的是繁体中围这里翻译是嘲讽 在空中的射件是垂直下降 佳洋的蓝鱼虫和野生的蓝鱼虫的 飞行速度是一模一样的 很难被甩开 所以说这个玩意到底要怎么甩开啊 好吧 看着也只能是非常仇恨这一种办法了 把树子放进蓝鱼虫的背包后 会自动的融化为 粘子这一种新的材料 每个几秒钟就可以融化一个 而蓝鱼虫的右键 就可以消耗一个粘子发射出 防不拉击的玩意攻击敌人 长岸右键则是机关枪式的发射 Counter加右键可以切换粘子弹药的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消耗三个粘子 发射出加大号的粘子子弹攻击敌人 攻击的伤害是前者的两倍 还可以造成一层防进甲的控制效果 弹道的速度中等 而长岸右键可以拥有追踪效果 第三种弹药类型则是消耗五个粘子 发出超大号的粘子子弹 超大号的击中敌人可以造成机关枪弹的四倍伤害 但弹道速度也是相当慢的 同时会在地面留下一坨金黄色的液体 生物产上去会持续的叠加黄金甲乘数 乘数的高低拥有不同程度的减速效果 黄金甲叠满了可以禁锢当前的生物 不同体型达到禁锢所需的乘数也会不同 体型越小禁锢所需的乘数越少 但是禁锢的时间也就越少 体型越大禁锢的乘数越多 但是禁锢的时间也相对越长 LineSaur的Counter加C粘子护甲 粘子护甲的状态下会持续消耗粘子 相当于泰克装备消耗能量元素 粘子护甲的状态下可以减伤50%左右 整个状态下看起来怎么有点像主厨的皮皮虾呢 所以说蓝金甲可以下水游泳就非常合理了对吧 蓝金甲在水下除了阻戒其他功能都无法使用 蓝金甲水下会消耗氧气 但是氧气速度消耗的非常慢 完全可以复劣补击 毕竟水下的游泳速度还不慢 所以说蓝金甲就是一个上天入地全能的选手 除了以上这些能力蓝金甲最关键的还得是搬运 咱们可以先按住Counter准备对着要搬运的工作坛 然后按一下鼠标左键就可以搬起来 搬运过程和粘子护甲一样会持续的消耗粘子来作为能量 放下工作坛的就是按鼠标左键 所以说我们搬运一个装满铁的泰克复制满天飞不过分吧 没错搬运是不计算重量的 总实话 我能想到这个功能最好用的就是 先在矿厂附近放一个工业熔炉 然后烧铁 烧完了直接把工业熔炉都搬回家 又是一个黑炉狂洗的功能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 烧铁虫的繁殖继承属性这个能力 就是说烧铁虫在寄生出小崽子 是有一定几率寄承宿主的部分属性的 最多可以寄承宿主的三条属性 就是会随机 寄承血量 氧气 攻击耐力 负重 保持度 移速 这其中三条属性 当然也只是概率寄承 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是可以提高 寄承宿主属性的概率的 第一个条件 寄生的磁性蓝铁虫的等级越高 第二个条件 宿主的拖拽重量900以上 目前已持拖拽重量900以上 可用于寄生的生物 南方巨瘦龙 沙尺龙 雷龙 跨不折 导龟 徐空精 第三个条件 位置的次数越多 满足以上的条件也只是提高了寄承概率 并非百分之百寄承 意思是 你拿出十字顶级属性的宿主 来给满级磁性的蓝铁虫寄生 并且位置次数也达标 最后剩下的十字仔可能会有一两只继承的攻击 一两只继承的血量 也有可能一直没有继承 当然也有可能继承的氧气和耐力 不过呢 天月之子也可能直接继承了攻击耐力和血量 南铁虫的基础攻击低 就算你继承了宿主1000%的攻击 最终打出来的伤害 也可能还没有宿主版身高 咱们抛开伤害不谈 南铁虫的血量继承也还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该宿主是一个血量战士 它们一直继承了完美血量宿主的南铁虫升级后 可以轻松的打到三四十万的血量 貌似南铁虫的基础血量 此时已经被官方削弱了30%了 反正在我看来 这个交实际的用途还是在搬运 以及出行人的使用频率最高 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可以自己驯服一下来体验一下 哦对啊 你们现在连看